全鋼的英勒格 在這個盤上全都是全鋼的白面 亦都是銀色面 有幾隻都是貴價版 你一看到這隻 在標盤上雕了很多花 並且有真的鑽石 透底設計 天文台的認證 尺寸全部都是大馬 42-43附近 第二隻 也是天文台 日常設計 全都在六點位對上 50米潛水 夜光特別突出 因為用了一種很青色的青色 雷英勒格十隻 有九隻狗 都是透底設計 如果是機械標 接下來這隻 用了雙重的黑度 分別是羅馬字 外面有一個 夜光的小字 這隻的夜光比較正常 表面是白色的 英勒格的標盤設計 很多都是一種有紋 有花紋 雕刻的一種 就是pattern式的處理 並且在同一個標盤裏面 分解不同的部分 section 是做了不同的紋路 這個在一般的中間牌子 比較少見 高級牌子也不常見 這隻有點像努力士的牙圈 但仔細看一看 牙圈的做法是不同的 是另類的interpretation 演繹 而這個標項和之前那隻 也一樣 不可以說差不多 兩隻拍馬比對一下 一個是大三針 另一個是小妙針 在現在不同牌子的錶裏面 綠色的錶都不少 但是紅色的錶就絕對不多 我都很喜歡不同顏色的配襯 紅色和綠色都是三原色之一 如果兩隻加起來 紅和綠加起來是黃色 如果我有一個自由度 可以設計不同的錶款 我想我未必會像這兩隻這麼正經 紅配紅 綠配六 我想我會紅色的錶面 就會配上一個綠色的錶圈 又或者調轉 一個綠色的錶面 就配上一個紅色的錶圈 ETA2836的機心 升旗和日曆都搬到六點鐘位置 變得錶盤左右更加有一個對稱性 鋼帶的設計有一個快拆裝置 換皮帶的時候就更加方便了 能夠生產到一些非傳統顏色的錶款 對於一些百多年歷史的牌子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新突破 我期望一些古老的牌子 包括英勒格 或者是伊波羅 甚至是梅花 在市場定位的策略上面 有一個新的突破 即市場上我們叫做 rejuvenization of the brand 一個年輕化的過程 更加有更多的活力 不單只是錶盤的顏色 我想可以研究一下 究竟你可不可以設的一隻錶 是可以換brezzo的呢 在同一個collection裡面 我可以配白面黑圈 或者紅面紅圈 紅面綠圈 紅面黑圈 又或者甚至乎 在天馬行空來說 可不可以換一個外罩的呢 將一隻原本是圓形的錶行 但是呢 可以自己組裝一個外罩 變成一隻方形的錶 或者是長方形的錶 甚至是酒桶形的錶 而這樣的設計呢 我是interchangeable 是可以互通的 但是可能我想多了 大家好啊 今天看藍莊的英勒格 拿了整盤出來 表面看呢 全部都是金鋼 但是呢 一隻都很有不同的特色 尤其是是錶盤的設計 逐隻給你看看吧 錶的大小都是適中 都是藍莊Size 即是38到42 價錢呢 最便宜的是9000元 而最貴的是24000元 你現在看到這隻呢 就是很典型的英勒格的做法 中間的圈有不同的刮坑紋 然後都是一些大的羅馬志十二 以及挑字寶石的設計 高價版本的Elite系列 小妙針 英勒格那時候的設計 全部基本上都是透底的 如果找物底的 反而是非常難找 這隻也是金鋼的做法 但圈不是全部都銷金的 而是它有不同的段數 是做了銷金的 然後中間的圈 有不同的壓花紋 然後旁邊 都是點條字的做法 這些全部都是石字 如果貴家一些版本 它會在盤上寫著Diamonds 即是說它的石字 是用了一個天然的真鑽石的 這隻中間的坑紋 有些不規則 我現在兩隻都拍了 給你看看 差不多型格 雖然殼有些不同 我看到這兩隻的盤 都有Diamonds 右邊這隻 就寫著Kilometer 天文台級數 然後看看這隻 就簡單一點 中間是直條紋 旁邊就印了羅馬字 這隻很厲害 原因就是殼型的設計 主要的標殼是一個圓餅型 沒有腳的 中間扣著 我覺得有點像 Omega Ladymatic的設計 但當然這隻是藍裝 中間圈的部分 就用了一個放射出來的刮坑紋 然後旁邊 是有寫的 外圈 來的這隻 外圈是特別的 一隻 細瓦的水泡圈 並且它中間的 真是一種不同 中間的圈 真是 同一個系列 都是一種不同 變化的 這個坑紋的設計 可以說沒有一隻是相同的 這隻又不同了 你看到好像一個風車 出來 雖然是皮帶 接扣 試試拍兩隻 讓你對比一下 這隻和這隻 我都覺得OK 因為主要 是欣賞圈圈 有不同的花紋造型 大家好 我找了一盤 一系列的櫻辣架 就不同款式 全部都是機械錶 這隻38尺寸 之前好像沒有看過 走一個小秒針 這裏全部都是折了 一萬元以來 因為有很多隻定價 都是一萬元以來 旁邊有一隻 全部都是金 非常誇張 並且我看到 有幾隻紅寶石 總共有十粒 還有 叮叮蕭力 黃面 香檳金面 這些金錶形態 非常之80年代 即是香港那時候 股票又很厲害 紫綴金迷 遍地黃金的年代 看看錶本的設計 除了那十粒 紅色的Ruby 之外 作為一種石字 在它的分鐘或秒鐘刻 它都做了不同的 我想這裡有60粒 因為有60秒 或者60分鐘 的碎白色石 這隻錶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內影位 或者叫Inner Ring 是做了一個全拋光的處理 這一點是其他錶很少的 基本上那個位置 要是努力視 你看到黑的字 如果不是 就是做了拉扇 變了 這幅動高了的反光牆 就將那個分鐘石字圈 完美地再反射多一次 然後仍然是有很多 好英勒格的款式 如果你數英勒格 大部分都是類似這些型格 一是黑面 一是銀白面的設計 然後中間 就劏開一個圓圈 並且 大羅馬字之中 就配一些條字 中間那個核心的圓圈標盤 有不同的色紋的做法 接下來又有一隻白面的石圈石字 拌款 在兩個直角位置 6點和9點 即是罕有地 我也覺得是罕有的 在兩個直角位置的時標 分別是6點和9點 就用了一種長石 即是Baguette 法國長麵包式的一種石字設計 即是方石 DadeDade雙日力 仍然是寫著100米的防水 並且是透底的234 最後這隻 仍然是非常英勒格的 英勒格 標盤的核心部分 有些類似是巴黎色紋那種的設計 仍然是雙日力的設計 但是三點鐘的Dade的位置 就開大了 見到機心 這隻不是Ater 看樣子是Selitta 但是 它的鎖上 製造了一個藍色的Label形態 不知道是不是比較厲害 定價是其中一隻最便宜的 8150元 再配上兩隻非常DadeJazz 或者可以叫做Oyster Perpetual的時針 和分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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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